羅斯杰是2012年宜蘭獎首獎的得主 這次的展覽除了展出他當年得獎的作品之外 還有他最近感到很滿意的創作之一 就是畫面中這一幅小時候校園裡的蕩鞦韆 我將盡量在印象中 我把它畫出那種生鏽的那一種效果 是因為我們以前那種都是用鑄鐵 然後生鏽了就會繼續用油漆擦 然後繼續再生鏽再繼續擦 然後就一層一層的 我印象中很深 那個時候是這樣 跟現在的塑膠油具不大一樣 有趣的是畫完這一件作品之後 俄羅斯就開始侵略烏克蘭 大概畫完三個月後吧 那我記得我在看到一個新聞畫面的時候 也有看到烏克蘭的公園裡面 他們像是被炸毀 也有看到被炸毀的那個遊戲器材 其中好像也有那個當鞦韆的 有一點蠻感傷的 烏克蘭小朋友失去了他們的童年 還有他們自己遊戲的一個天地 那再看回這一張 我自己也發現也是 我也是失去了小時候很熟悉的 羅東國校那個很隱密的那些遊戲器材的地方 畫畫很好玩 有時候東西不一定要全部出現 稍微少了一點 反而會增加那種一點奇妙的效果 那不需要鐵鏈 但對我來說那個鐵鏈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球簽的影像 畢竟它是在我夢裡面 在我記憶中 那是不是很完整沒關係 只要它還在那就足夠了 羅明翔原本從事金融行業 退休後重拾興趣 拿起畫筆來畫畫 除了記錄世紀的風光 也記錄日常生活 用繽紛的色彩 展現生活中美麗又感人的畫面 這次我的圖是有33點 我兒子有25點 我倆是剛好58點 有花 房間大家來 我哪從真正來參觀 我的圖的方向是比較水 說起來是各方面都有 我是比較站在人文的立場 比較喜歡造造的東西 看到我就會 不管是人物啦 動物啦 風景啦 甚至於這裡的廟室 尤其 我這次的廟室 以我們宜蘭市的馬祖堅為主 常末出彩 父子雙連展 共展出58件作品 每一件創作 都值得細細品味 歡迎鄉親踴躍前來欣賞 一起看見生命 以及藝術的多元和傳承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